歌手郭荣与大来宾张晶晶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在张晶晶遭遇人生重创之时 郭荣给予她诸多陪伴与倾听 二人虽然无法时常相聚 但心中总是互相惦念 今日郭荣惊喜前来将讲述哪些暖心故事呢 你们俩怎么会这么熟悉啊 我都没想到 日期人嘛 我们都是全国清联委员 然后因为全国清联委员 我们有个文艺界别吗 我们都在那个界别 我们俩见面特别好玩 我呢是属于在清联里头 就是属于一见着谁 你好你好 就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可能从小喜欢笑 所以见着谁都笑 结果她也是这样的 我们俩一见面 我们俩就互相都是这样 然后就笑开了 然后一下就觉得特别亲 然后就特别熟 而且你知道熟了以后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 也是身上充满着这种能量的人 虽然她也是那种感觉 特别和蔼可居的那种感觉 其实她这个人的内心是特别刚毅的 就是特别能够承受事情 荣姐比较了解我 我们曾经属于是推心致富的很多次聊过 我特别谢谢她就是她对我的信任 你知道她觉得很信任我 她愿意把她内心的很多东西都跟我讲 对